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美国对直接选入乌克兰战争的谨慎态度很可能促使中方更为重视发展核武器 以作为一种威慑力量 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领导下 美国对华政策正变得强硬 中国核能力的落后可能会让美国不断加大对华施压 美媒宣称 中方认为加强核武库是阻止美国直接选入台湾问题潜在冲突的一种方式 专家指出华尔街日报此次再炒隔夜饭 主要背景是拜登政府的核政策即将正式发布 上月底 美国国防部已经向国会提交了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等文件 去年以来 包括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内的很多民主党前高官和科学界人士 曾联名呼吁拜登政府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拜登政府此前也表示可能会推动在核宣誓政策中降低核武器的作用 而共和党保守人士则主张继续维持战略模糊的核政策以保持最大威慑 在此背景下 华尔街日报的炒作就有三方面意图 一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需要 华尔街日报是共和党的舆论阵地 可以给民主党施加压力 二是美国的独武需要 虽然面临资金压力 民意反对 民主党政策惯性等障碍 但拜登政府事实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 总体方向是在推动核武器的实战化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打破核禁忌 美国需要借中国威胁论 为自己任性的核自由寻找正当性 三是对华遏制需要 美国当前的恶华战略是全方位的 在核问题上采取措施是自然而然的 美国近期已非首次炒作中国扩展核武库等议题 上周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 在一场闭门听证会上 为言诵听声称 中国核武库的竞人扩张对美国而言是快速升级的风险 专家指出 美方对中国核武器扩张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 无奇之谈 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是根据国家核安全需要确定的 这些规划和计划都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不可能因为上个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就随意随机的进行修改 美方近来频繁渲染中国核武器扩张 主要是为了自己核武器下一步的转型发展做步验 美国武器系统需要更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服役的民兵三洲际导弹需要淘汰 目前又在研发新型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系统 加紧制造中国核威胁论的目的 让世人一目了然 需要注意的是 当前美国正在加快推进对陆基导弹 潜射导弹和轰炸机组成的三枚一体核力量的现代化改造 拜登政府提出的2023财年8133亿美元国防预算 包括509亿美元的核武器支出 比2022财年的需求增加了77亿美元 然而预算中提高了核武器现代化改良的支出 却取消了海离核巡航导弹的项目研发 引发各界关注 所谓海基核巡航导弹 是指利用巡航导弹来运送战术核弹头 对目标实施打击的一款导弹 美国计划增加巡航导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核打击的多样性 希望能有更多手段来实施对目标的战略威慑 当前基于海基核巡航导弹取消引发的争议 本质是关于美国军费 尤其是三维一体战略核力量经费的再分配问题 此外美国军火商也不希望把特朗普时代上马的项目取消 这将严重影响军火商的利益 无论海基核巡航导弹是否上马 美军的三维一体战略和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制造渲染安全焦虑只是美国的一种手段 真正目的是在安全焦虑的推动下 让一些亚太国家接受或寻求美国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护伞 将更具威胁力的核武部署到这些国家 甚至包括核武器 例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就声称 鉴于俄乌局势带来的影响 日本国内应该探讨与美国进行核共享的相关问题 直白一点说 就是要日本放开部署美国核武器的限制 至于韩国方面 有媒体称 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派遣的韩美政治协商代表团 在访问华盛顿期间 试图让美国战略资产 如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 重新部署到朝鲜半岛 由此可见 核不扩散体系在亚太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美英澳组建奥库斯安全同盟 破坏核不扩散机制 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 到自己安全焦虑 令日本韩国等盟友寻求部署核武器 美方刻意回避了一点 即解决中小国的安全焦虑 不能依靠核武器 而是需要构建普遍的国际安全机制 即便美国在某个国家部署了核武 也不能增加该国的安全感 反而有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加的核战风险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